时间再回到2019年底 我们在深圳巴士集团的大力支持下 合作做了一台朗朗音乐巴士的快赏巴士 完成了第一次朗朗与周杰仁在深圳 在音乐巴士上面的录制 得到周杰仁以及众多网友 对朗朗音乐巴士的一个好评 所以才有了今天国内首台朗朗音乐巴士的正式诞生 并且是落地在深圳 就如朗朗先生刚刚所说的 我们今天这台巴士已经不是第二代 我觉得我们已经弯道超车 我刚才没开玩笑 这个曲子里面的这个词就是 我妈做的酸菜好像不太酸 我没开玩笑 这真的这个 臀 harvest 观众 面课